今天是3月6号 我来您拍一个梦 2点47分的梦 梦姐 我们平时说的第一次 和民众自己的关系体现出来了 胶子上面穿过牙齿 这样的东西 胶子上面穿过牙齿 这样的东西 近年也没人在意发表 就是这个样子 后来终于找了一个机会 把这个事情通过卸上了解了 实际上我也没听清楚 你说了自己说的什么 自己说的什么 忘了 我您拍完了以后 我根据听到的 再说 看到网上 刚才我看到网上 好多的镜头 看到了好多的镜头 看到了好多的镜头 看了最近的一个镜头 刚才看了一个镜头 说有湖北恩寺那边 有一个投资商 投了三亿多的资金 建了一个电梯 也就是说 有个村上里没有公路可以走的 然后呢 人家就说这个山 必须要翻山 没有公路嘛 然后呢 有投资商 说投资三亿 建了一个斜头的电梯 从一个山接到山上 然后再下来 然后呢 就 但是人家 没有人 没有人愿意参政电梯 我估计这个价格也太贵了 所以呢 投资也白投资了 现在呢 有帮子人啊 投资了投了计资 准备要搞 投了计资搞月苗 要搞月苗 他当初啊 以为啊 借着那个恐吓 恐吓大抢 说那个 疫情多少多少严重啊 多少多少严重啊 那一恐吓以后 人家 就会 用它月苗了啊 就会用它月苗了 这个月苗啊 还不是真正的来自备用的 首先他们很清楚 这个所谓的月情呢 是他们恐吓出来的 是他们 恐吓出来的 当然了 为了加强效果 他们也做了一些 基因改造 做一些基因改造 这样呢 能够无中生有产生的月情 然后呢 抓到了机会以后呢 就像刚才那个建了一个锤子电梯一样 他们建的时刻 开发上投资的时刻 他们就想着 想着 想着 很美满 因为原来他们出山 要爬上爬八个小时嘛 现在有了这个锤子电梯 一个三分钟 就可以出山了 从一个山头 翻到山头 然后从山头到下集 三分钟就搞定了 原来有八个小时 他这么一开 那么显而一切 人家都会 称他的鞋电梯 称他的鞋电梯 但是这次啊 哪知道 一开始是有人 称了几次以后 后来就带也不称了 带也不称了 现在这个时候 那个DS着急了 那么这么说的DS 指着深层政府 着急了 如果你不称我的电梯的话 以前的他们用 腿走路的 翻山 现在我接下来电梯 你不来称我电梯 我现在怎么干 我只有把你腿打断 你腿打断了 你要挫上 我扶着你 你也都必须 称我的电梯 必须称我的电梯 必须称我的电梯 我的目标就这样 因为我投资钱下去了 我这个投资钱下去了 你不称我的电梯 这个投资钱 我怎么收回来 收不回来 我就打断你的腿 他们的奴旗就这样 他们的奴旗性就这样 所以呢 现在那个深层政府 他造了一个鞋的电梯 造了一个电梯 造了一个鞋的电梯 就是从山底下 才称到山顶上 然后从山顶上 到山脚下 这个呢 原来呢 他们翻山要花八个小时 翻山 人工翻山要花八个小时 现在呢 他们只要 只要三分钟 就可以翻过这个山了 但是没人去称它这个电梯 为什么 这个电梯 一听说要投资三个亿 它肯定不是免费称的嘛 那么人家 人家如果说干活 干个八个小时 在一个地方干活 干回来的钱还不够 撑这个电梯的话 那人家仍然还是 慢慢地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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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从DS设计的方案 就是大言径庭了 大言径庭了 你DS设计的那一套 不是人们所需要的那一套 不是人们所需要的那一套 那不是人们所需要的那一套 它只会投资意味着失败了 那投资失败 我是不会心甘情愿放弃的 那我就最后的解决方案 就是解决方案 我就把你的腿打断 因为你靠腿爬上走的话 我就把你的腿打断 腿打断了以后 你乖乖地趁我的电梯出山 像你要把我腿打断 那我就不出山就是了 不出山就是了 现在盛城政府就搞的那一摊子 首先要全球化 要全球化以后 然后把全世界的人绑在他的转车上面 要绑在他的转车上面 但很多人就不干嘛 不干我就打断你的腿 不干就打断你的腿 他们现在小失了一把月苗 小失了一把月苗 你不听我的话 我让你上街 吃不着饭 然后不能进人家的楼山管署 也就是说 我不能让你上厕所 你吃不着饭也不能上厕所 我把你憋死了 那憋死就憋死 老百姓就这么讲 你不让我出门 我就在家里就是了 就像你不让我 你不要叫我趁电器的话 那我就 我就把你腿打断 你不趁我电器 我就把你腿打断 你把我的腿打断以后 那我就不出门就死了 又落空了 现在的深层政府 和老百姓的矛盾 是显然一些的 深层政府要的是利益 和强制管理 利益和强制管理 老百姓要看的是 我怎么过日子 有这个钱才行的 这几年支撑下来以后 大家都穷了 深层政府投资下期的 没收货本 没收货本 他一向全都没收货本 就像这个电梯投资那边 没收货本 那个幼苗 幼苗实际上是搞得一本漫积的 一本漫积的 也无数位 收货本 没收货本 他已经赚了很多的钱了 其别在于这个地方 你那个电器都还要勾钢筋 什么之类的 一天就结起了 那个幼苗就有点赌数嘛 你在液体里面整整就出来了嘛 书雅 书雅 现在我们看明白了 现在看明白了 深层政府要干点什么事情 刚才那个流言当中 讲到那个DS 然后是怎么映出的 看明白了 开始这样 我正好今天早上看了一个视频 我解释一下 刚才那个流言是2点47分的 2点47分的流言 但是呢 我早上已经9点钟过了一个 就正好在开始之前 随便看了一个视频 看到这个电梯 我现在开始的时候 怎么又回想到 我刚才看到这个场景呢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也对我有影响 我还想以后 临牌之前 我不看手机上的视频 什么之类的 你看原来啊 就随便这个例子 就用这个例子来计 就讲这个电梯 建了一个原来老百姓 翻译桌上要花八个小时 现在呢人家那个有开发上投资的 一个鞋子的电梯 跨过 从山底下到山顶上 然后从山顶上到另外一面三角下 三分钟就搞定了 也可能是单程三分钟 然后再下棋三分钟 反正时间很快了 一分钟 反正就几分钟就搞定了 但平时人家呢 自己翻译桌上要八个小时 从一边翻到那个里边 有八个小时 这关键问题 人家消费这些才行呢 假如换了我的话 我干一天活 干八个小时的活 我不够我撑这个电梯的话 我就算这 翻译桌上八小时 就算干活了 如果说 我撑这个电梯很廉价的 或者免费的 我当然去撑了 当然去撑了 你要收费的 收到的 我爬一下 这个钱挣不回来 那当然了 当然了 这个结果就 人家就不愿意 撑他这个电梯了 那这个 怎么解决呢 这个怎么解决 这个我看就爆灰掉了 你那开发商 他是要投资 要有收获的 没收获 他永远就不给你们用 原来三里边有条路呢 是撑民自己投资的 自己投资 自己用锄头 一点点整出来的 所以翻山 翻山说四十八个万 就是万万牛牛 万万牛牛 从上里边 自己拔了一条路出来 所以翻山换了 换了四十 有四十八个万 拐了四十八条多万 然后翻山要八个小时 看起来是不是 生成什么勾搭上 搞了这么一个电器 勾搭上 那些做人目狗样的 那些都勾搭上了 都是那个精英的 建了什么 但是他建的目击 不是来为人民服务 他是来赚钱的 你赚钱 人家要消费出去才行 人家消费不起的结果 就是人家把他抛弃了 没人生 那这个结果是这样 这样说明白了吧 生存政府干的事情 和老百姓的需要的 不撇配的 不撇配的 好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